上周给师父反馈的那一位脑鱼血 欢迎你的重症 自从他父母发愿放生十万条鱼以后 基本上每天都几万条鱼的在放生 而且他们没有为了凑数量去定那种小鱼 都是临时救那些去拉去市场和菜市场卖的大鸡鱼 而且为了防止被捕捞 他们还特意租了船 一筐一筐的抬上船 全部放在江中间 非常的发心 那位重症的同修也奇迹般迅速的在好转 一中时间内从昏迷不醒 医生要切喉管到今天已经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正常说话 之目清出 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恢复的非常好 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 真的是奇迹啊 又是一个奇迹啊 哎呀 赶快啊 所以作为心灵法门的洪法者 这些都是非常正经的这种事件的 所以赶快要告诉别人啊 真的功德无量啊 观世音菩萨的奇迹啊 都是 对上次师父说天上已经在关注这个事情 他希望我们也是希望他能创造奇迹 能将来以后献身说法 救助更多的有缘 对对对 就是要最主要是要这个病人呢 好了之后不要以为自己好的 要要感恩 而且永远不能退转 他要是任何退转 他又会死掉的 很快 明白了 那师父 他们为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 师父 您一直在默默的做 就是 你没有说啊 他们为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 又许愿为师父放生十万条鱼 但事后知道为师父放生甲鱼更好 所以想把这十万条鱼的资金改为为师父放生甲鱼 请问师父可以呢 感恩他们呢 真的是感恩他们呢 随便的 师父随缘的 意思意思就好了 用不着这么多 师父你把爱都离别了 这么多 师父喜欢开玩笑 弥勒佛也笑我了 我刚刚在想要不要讲 弥勒佛说你讲呀 我说 这么多的甲鱼方向 师父要开玩笑 师父以后见你们要爬进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发喜宠嘛 发喜宠嘛 师父你把爱都给了我们 真的是这样 是啊 我真的是 我看看 你知道我听到这种消息 你知道师父多开心 我就是想像 想象的就是像救自己父母啊 救孩子一样的 跟你说了 真的把他们都当孩子一样 我就 你看我想到的是什么 现在好了 我是跟你说 百分之一百会越来越好的 我就是怕他以后 我是想到他的未来 我不会想他现在 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最主要是未来 明白了吗 未来一定 坚定修行 不要有事情了 像这种救一次的话 实际上菩萨也是很伤心的 因为每一次 菩萨在救我们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个 到了地府 全部已经 已经是到了 好像已经是 一个地府已经 批文下来了 把他带走了 那么 那么菩萨等于 重新要把卷子拿上来 重新给他改写 再要慈悲的 跟下面再讲 让下面再放他一马 像这种 这种其实菩萨也是很 很辛苦的 就是也是很难过的 菩萨经常为什么在想 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 比方说 也用不着 现在放十万条的 你比方说 几千条几千条放 一百条一百条放 你到今天就不会出这个事了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这个太危险了 师父 他就突然这样 就是早上还好好的 就突然这样 对啊 都是突然的呀 拉走 拉走 拉走的时候 全是口吐白磨的 像他这个 这条命捡回来的呀 讲都不要讲 像小程月一样 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对 师父当时 他不是挂了几点吗 师父马上 吃飞给他看了图腾 说他 就是说是 三十六岁的节 提前爆发 功德不够 业障太重 师父是这样 太执着了 对啊 太执着了 在人间太执着了 以为自己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实际上人 师父刚刚前面讲了 人活八十四 是三万天嘛 对不对啊 嗯 但是呢 问题呢 还加 去除睡觉 去除生病的时间 去除你小的时候 还有这个 读书的时间 全部加起来 实际上你真正活在 人间的时间 一万天都不到 所以要抓紧时间的 一万天很快的 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就会做什么事